跟著大戶走財富一定有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大戶羅盤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董能長我吉仙 大家好我是謝忠霖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全盤視頻 好我們直接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61點 歐利息也下跌1.71點 同學今天跌的加速蠻多的 加起來是1100多檔在下跌 那為什麼盤會比較做一點 我們今天一樣講三個東西 第一個現在同學這一週是全球央行週 尤其是禮拜四的部分 就是聯準會要開會 然後包也要講話 第二個我們講一下投信的部分 投信買趨勢跟價值 昨天他上櫃買超第一名叫華星光 結果吃筍子 上市買超第一名叫華通 華通今天也跌 那投信怕不怕 等一下來看一下 再來我們看一下網通跟記憶體的部分 那先來看一下這個盤 同學其實這個盤 我認為它大體上沒什麼問題 主要就是整理盤 就是在半年線跟季線這邊的整理 整理來整理去的話 那外資賣它的嘛 外資看那個國際總金嘛 國際總金現在當然是美國這邊 通膨壓不下來嘛 就是然後利率會維持在高檔一段時間 所以外資賣它的 但是投信 投信趕快買它的 所以兩邊做法是不一樣的 那兩邊做法不一樣的話 其實操作上 應該說操作上其實有兩個部分 兩個部分 你可以做筆記做起來 其實兩個部分 什麼部分 一般來說啦 有所謂的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 什麼叫由上到下 就是我先看大盤 大盤OK的 試穩的 我再來看各股 這是由上到下 那由下到上呢 由下到上就是我不看大盤 不是說大盤不重要 大盤重要 但是它沒有崩盤的危險的話 就是各股表現嘛 所以我就由下到上 由下到上就是什麼 就類似投信這樣子 類似投信這樣子 你看這部分 它一直買一直買 難道它覺得大盤很好嗎 怎麼可能見鬼了 它當然不是看大盤 看什麼看個股嘛 所以投信部分就是由下到上 那一般 一般可能外資的部分 或是仿金的部分 可能是由上到下 先看大盤 要看大勢 大勢要好才會做 同學這兩個東西 當然不能說到底誰對或誰錯 而是怎麼樣 而是如果說你先把大盤拿開的話 你看今年上半年的部分 以外我這邊整理來整理去 以外我這邊整理來整理去的話 你看大盤的話 你可能覺得沒行情不會做 但是呢 上半年什麼軍工 重電 然後一大堆都漲倍數了 對不對 然後現在這邊呢 這邊又開始沒行情了 對不對 可能就整理來整理去 還弄個雙頭出來 不過呢 這一段在長什麼 這段在長AI嘛 AI不是長五成一倍 AI是長五成一倍到兩倍 雖然所以由下到上可能會 應該說可能會比較適合一般的投資人 好不好 雖然所以就是 如果說你由上到下的做法的話 你會覺得沒行情 什麼季限還往下彎啊 什麼大盤危險 但是由下到上呢 就是各無表現嘛 對不對 那今天為什麼會盤 本來好好的 把它整理盤 怎麼搞後面又掉下去 其實主要是這個啦 就是聯準會啦 這一週什麼 全球央行會 就是大家都在開會 然後討論要不要 要不要升級的部分 然後主要是禮拜四 FED嘛 對要開會嘛 就是禮拜四的部分 就是他會宣佈嘛 到底升級或升級 升許與否的部分 同學其實這個部分 市場上是比較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會不會講太鷹派 或是什麼擔心擦槍走火啦 但是呢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想太多 為什麼 同學 我這根游標哦 是8月25號的時候 今年8月25號 就是上個月啦 上個月8月25號那天 莫名其妙跌了289點 同學跌什麼 還記得跌什麼嗎 那天晚上是傑森後 把我要講話 市場擔心他會講太鷹派 所以呢 所以先自我了斷 對為什麼 因為很怕去年的歷史重演 去年傑森後他講 不期任何代價都要升級 結果呢 結果台股 台股從一萬五千多點一路摔 摔到一萬兩千多點 摔了兩千多點 怕死人 所以這一次他又要講話了 哇 那我們先賣一下好了 有一次這個外資先賣一下好了 帶頭賣 結果呢 結果那天就跌了289點 但是後面呢 後面後面什麼事都沒有 好不好 就符合預期什麼事都沒有嘛 所以有時候不要不要去做那種想像的啦 就這個地方跌沒錯啦 這是跌什麼跌就是 巴火又要講話啦 市場又會怕啦 所以有點像今天這個狀況啦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認為就是你也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 因為你7月份升息到5.25%到5%之後 其實你現在看那個FED Watch的部分 你看到12月 12月利率喔 有接近6成都還是什麼 都還是一樣維持在5.25%到5%的部分 所以呢 所以9月份不升息 11月可能 以目前來看 11月可能也不升息 12月呢 12月目前來看也不升息 所以7月份應該就是最後一次的 所以今天 所以禮拜四晚上到底會講的多 鷹派什麼的 我認為 市場上當然會擔心啦 甚至會影響到盤面 不過從這些數據來看的話 應該是還好 應該是還好好不好 所以大盤的部分應該怎麼樣 應該就是繼續整理喔 應該就是繼續鬼混喔 然後呢 就鬼混嘛 鬼混盤 半連線 季線正面整理 然後頭信買他的 對外資賣他的 土洋堆座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部分 我現在近期 當然有比較弱的族群 當然就是第一個很在 台積電這邊 就相關那些設備股 然後什麼 然後就講到什麼 昨天是講到這個嘛 3奈米的產能利用率嘛 同學 這報道上說的 講得好像很恐慌怎麼樣之類的 不過呢 不過我昨天有看到一個研究機構 就那個網紅有在講 就是他有做一個圖表 他經過實地參訪的結果 同學明年其實不是什麼 明年的3奈米 不是只有Apple在用 明年不是只有Apple在用 Apple明年怎麼樣 明年的全系列手機 全部都會打入3奈米 明年就是3奈米的部分 除了這個Apple的部分以外 還有什麼 還有Qualcomm的 驍龍8 Gen4的部分 然後這個MTK就是什麼 MediaTech這個是聯發科 聯發科的天積9000 這D9400就是天積9400 還有什麼 還有MD的AI晶片 Mi今年是300嘛 明年是Mi400 還有Intel的部分 所以如果說你就3奈米部分的話 其實明年是會成長的 明年台電的3奈米這邊 當然基本上是會成長的 不像什麼 不像這邊講的 好像3奈米快掛點一樣 不是這個樣子的 當然這個我們就短線上 就持續觀察下去嘛 因為怎麼樣 因為台電確實 台電今年可能就30塊而已啦 好不好 明年好一點可能就36塊啦 不過呢 不過 你本益比下去算一算 算一算的話就差不多在這邊嘛 就是合理本益比差不多在 就在540附近啦 所以就讓它去稍微整理一下 當然就這部分的話短線上也不是看台電 或是看什麼3奈米 短線上如果說要看的話 可能很多人都關注AI的部分 因為AI最近太弱了 AI太弱 尤其是那四支代工股啦 那揮答走人這樣子 你覺得那些代工股要搶到哪裡去 揮答就不搶嘛 但是我現在跟大家提到過 它應該會在這邊 昨天是拉紅K嘛 它應該會在那邊做指紋 為什麼 明年22塊20倍本益比要不是就在這邊 不在這邊 除非你本益比調整嘛 調整15倍 但是沒什麼可能啦 20倍本益比22塊 差不多在400多塊嘛 所以400是這邊 它應該會在那邊稍微停住啦 那如果它停住的話 就是你給一點時間 讓那些代工股去做整理 短線上當然就是這些錢 之前做代工它會跑出來 跑出來 以目前最新的話題在哪裡 在細光子對不對 其實細光子 今天順便一起來看一下 像我們昨天有跟大家提到 其實細光子當然就是博通跟Murveo的部分 那博通當然代表廠商叫置邦嘛 Murveo基本上在滑星光嘛對不對 置邦沒什麼問題啦 就是800G的領導廠 如果說未來要進入800G的話 領導廠商基本上就是置邦 置邦今天是創新高耶 所以你說細光子這一塊 細光子AI之後大區是對不對 你從置邦來看沒有錯 因為它創新高了嘛 那不是 你400G 800G領導廠商 800G這邊基本上就置邦嘛 500多塊嘛今天創新高嘛 跟大版本全不一樣嘛 那有問題的在哪裡 有問題的基本上在哪裡 在這一塊Murveo的部分 為什麼 而且華新光 華新光法人看很好 你說報告沒有問題 對 法人都顧很好對不對 他說買賣鈔 昨天上櫃買鈔第一名 1100多張 1172張 今天呢今天又點贏版 又點贏版 但是今天投信還是在買 今天又買了1200一張 他是上櫃買鈔什麼 買鈔的第三名 但是奇怪 為什麼投信加訓買 結果呢結果股票又跌停 同學 你先投信買一個趨勢跟價值 投信不是主力的 你不要搞錯 投信不是主力 他買一個趨勢跟價值 他認為趨勢沒有錯 AI的部分沒有錯 細光的部分沒有錯的話 然後公司價值 公司價值 他就估他明年可以賺10塊多嘛 可以賺10塊多的話 今年3塊多 明年10塊多 如果20倍本一筆也合理 雖然說他認為未來目標價在那邊 所以只要離這邊還很遠 我就下去買 基本上投信的做法是這樣子 因為怎麼樣 他不是短線客 他可以跟你耗 他可以等 他可以報 他只要覺得沒問題 基本上可以買來報 也就是你從一些比較客觀的角度來看 沒什麼問題 甚至說你從財報的部分 財報都一百多%在成長的 到底到底哪裡有問題 我也看不出來 只是短線上他就一直在跌嘛 法說之後跌了三根嘛 跌個三根跌停板 同學 他跌這三根跌停板 我相信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提到過 這支股票是你必須要做留意的 因為公司在會又會已經說了 說什麼 他希望股價降溫 他會憲增 他單接滿了 他會憲增才有辦法擴長 所以你在 8月份的時候看到營收是3億 他如果10月初公佈出來的9月份是4億 如果說我們假設 如果是出來是4億的話代表什麼 代表瑪貝爾這部分 其實訂單真的給他很多了 他給他很多的話 如果說3萬的話他就必須要擴廠 所以如果說你4號在變5在變6的話 他就一定要擴廠 擴廠的話你現在一直在警示 一直在警示他怎麼搞 警示他沒辦法搞嘛 所以乾脆就講很爛 這樣很爛的話市場短天上的賣壓全部都跑出 跑出來的話 投信買他的 市場短天客到他的 但是 如果說你從今天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他今天收128 我個人認為 應該這個地方 如果說現增定價的話 可能這個地方稍微停一下 就停下來定價 怕三次已經拉開三層的空間 還不夠 我是認為應該是差不多了 因為公司反正沒什麼問題 只是為了現增定價 去做降溫的動作壓股價而已 如果說你看這個是他的周線的話 這是他的周線 周線第一根發動點 這個叫關鍵K 大量出來 開始紅K跑出來一直往上拉 第二個大量在哪裡 第二個大量是不是在這一根 這一根嘛 所以以目前來看關鍵K在哪邊 關鍵在這一根 這一根之後都沒什麼量 就開始警示 有的沒有在警示 5分鐘一次 20分鐘兩次 那你回到這邊的話 這種關鍵K應該怎麼樣 應該就是可能會在這邊 可能會在這邊整理 然後去讓股價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去做定價動作 定價動作定價完 配合接下來的營收 如果說是漂亮的話 市場再做一下夢的話 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有機會會回穩 甚至表態 因為定完價之後 它要你繳錢 要你繳錢 要你繳錢 當然就是股價發動 你就會繳錢 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當然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它掉下來 掉下來就拉開空間 拉開未來獲利的空間 而且這都沒在怕 沒在怕 應該怎麼樣 他們一定心裡有所本 不然不會這樣子買 一樣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昨天也講到 伺服器端的部分沒什麼問題的話 當然這是接收端 家用接收端 家用接收端就看這一支了 今天也是在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我認為這個地方撐住 大量去撐住 基本上撐住整理一下 應該是後面 公司也沒什麼問題 今年賺3塊多 明年賺4塊多 會接近5塊 國防部的標案 不只光纖接收端 它有國防部的標案 所以基本上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繼續關掉下去 好 這些是網通 細光網通的部分 同學 其實這今天 應該說今天報紙上 還有另外一個話題 叫做滑通 滑通 滑通 手機嘛對不對 不只是華為手機還有什麼 還有蘋果手機 但是昨天 昨天凱基在出報告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是在講這個東西 凱基昨天出報告 今天工商好像是工商吧 工商的那個新聞 要講滑通 怎麼樣怎麼樣 基本上就是昨天凱基那個報告 凱基的報告已經在寫什麼 除了華為跟蘋果以外 還在寫它那個 就是那個 第一個衛星版的部分 就是網通的部分 第一個衛星網通的部分 所以就是 它開始分散什麼 它開始分散它的產品 分散它的產品 沒有完全集中在消費性產品 所以股價怎麼樣 每一比給它提高了 之前都10倍嘛 現在10倍嘛 10倍現在拉到12倍 所以我給它一個比較高的目標價 不過呢 不過昨天頭信買到第一名 今天頭信也繼續買 好不好 大家股價上限非常長 但是應該是沒有掛點 應該沒有掛點 只不過怎麼樣 只不過它短線上乖離很大 乖離是很大的 比如說它現在收569對不對 它月線在48.12耶 實現在51.71耶 這乖離10%這乖離20% 應該沒錯吧 這乖離很大 所以乖離就是你 如果說你要切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乖離有修正要切再去切 短線上網通部分還有誰可以看 其實網通比較強的 以最近來看 跟大盤不一樣 就這三支 起雞之一跟中壘 就設三支而已 就三支 那其實這三支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長的都差不多 他們三個長的差不多 那三個長的差不多 這個地方你要怎麼選 當然你要設廢備的話 隨便設隨便買 不過如果說你要有一點策略性的話 你要有一點策略性的話 你這個地方再去看 這個起進一百五次 之一已經一百八十二了 中壘現在在一百三十二這邊 就是一個 都已經跑到這邊 一個一百八了嘛 一百五還在一百三嘛 這個地方你要怎麼看 怎麼去選 但像我剛剛跟大家提的 一般來說族群性都會張 但如果說你要選股的話 我們看明年的預估好了 比如像中壘的部分 今年差不多九塊七 其實明年喔 有法人估比較好估到十二塊四 反正就普遍都在一個估本以上 那像這一份報告它是寫十二塊四 那跟國內比 如果說以起機來看的話 起機 對 今年八塊六 明年十塊 致意 今年十塊 明年十一塊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這中壘相對比較起來 它今年的獲利怎麼樣 它的獲利至終 當然沒人看今年 今年要結束了 沒有人看今年的 今年就差不多只要這個數字沒有差 來做都可以的 主要是看明年 但是你做明年的展望來看的話 一個十二塊 十一塊 十一 十一 它最好耶 它最好但是呢 但是真奇怪 它股價最低 所以 它明年的獲利展望最好 結果股價最低 它今天外資投信同買 對不對 沒錯吧 它今天外資投信同買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選擇的話 可能這個可能會稍微比較有競爭性一點 好不好 當然我認為三支都有機會漲 不過好像如果要選的話 就是我們來比一比的話 明年的獲利它最好 但是股價最低 好像它應該也有機會 你可以做一下留意 好那最後一樣 讓我們追蹤一下記憶體的部分 其實記憶體我認為其實沒什麼問題 就是什麼 就是三星在減產 那三星在減產的話 當然就是群聯嘛 群聯跟什麼 群聯跟威剛 一樣啦 我們回過頭來看剛剛那個 就是今天 投信買賣超的部分 今天是19號對不對 大盤好爛喔 威剛投信繼續買超 群聯投信繼續買超 都繼續買 群聯昨天也繼續買 威剛昨天也是繼續買 大家都繼續買 所以那種籌碼沒有亂的 沒有壞掉的我認為都一樣 可以持續做觀察 現在只是怎麼樣 只是盤比較不好而已 盤如果好的話 像這種有法人在關注的應該怎麼樣 應該後面就是一馬當先就會拉出去 好不好 給你做個參考 好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同學其實我們講的 其實有沒有操作方法 這個操作方法是怎麼樣 由下往上 我們不是從大盤往下看 大盤當然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目前土陽是對著個案 外市賣它的 投信拼命買它的 然後呢投信拼命它的 投信買什麼 投信買一個趨勢跟價值 雖然說震盪很大的話 但是呢 但是投信好像也不怕套 這樣不怕套的話 如果說後面的基本是OK的話 我個人認為 現在因為盤在震盪 有些股票壓回來 已經把未來的獲利空間給拉開的話 你可以多留意 好不好 給你做參考 我們講的是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的方法 就有獲利的能力 就有下一次 好不好 喜歡我們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讓我們節目更新玩第一時間 推波通知你 我今天會不會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懂能掌握 我今天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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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